接下来,我会和大家讲讲最新的新闻公布数字 第二部分是有关我们的常规调查 但一连做一次,因为是一个周年调查 今次调查是12月9日至14日进行 总成功样本数目是1017人 包括505个故网 另外512个手机样本 实际换影比率是58% 也按照政府统计处提供的全港人口年龄性别分布 教育程度、经济活动身份 以反复多重家权法来进行调整 今次的调查项目是2021年的回顾 以及2022年的前瞻 一共有5条题目 先看第一条 第一条是问市民有关过去香港一年发展的评价 刚才提到既然是周年调查 对上一次比较的数据点就是大约一年之前 去年的12月18至22日进行调查 在最新这条题目 我们见到满意今年的发展的评价 就是26%的市民是满意 对比起一年之前是明显上升了17个百分点 这个新高数字也是18年12月以来的新高 北满比率就有52% 即是仍然有过了一半的市民是北满今年的发展 对比去年明显下跌了20个百分点 亦是18年12月以来的新低 然后我们有个满意率淨值 即是说满意的比率减去北满的比率 数字是负值 因为是北满的比率仍然较高 数字是-26个百分点 但对比去年是回升了 是上升了37个百分点 亦是18年12月以来的新高 最后就是一项叫做平均良值 1分是最不满 5分是最满意 我们计算平均良值今次是2.5分 对比去年明显上升了0.6分 同样都是18年12月以来的新高 所以大家都可以比较很容易看到 就是今年市民评价今年的发展 对比去年评价去年的发展 就有明显的回升 其实是两年都有这个的效果 我们用一个图示来看看 这个图表是由92年到21年的数据 我们先看绿色部分就是满意的比率 现在是不足三成 然后就是红色部分就是不满意的比率 现在是多过一半市民 是不满意今年的发展 最后橙色就是中间那条线 就是正值的数字 数字是继续维持负值 是因为不满意的市民仍然较多 好了,看完过去一年的满意度的评价 就看看过去一年是生活快不快乐 生活快乐的比率就是两成九 和刚才是两成多也都相弱 比去年明显上升了16个百分点 不快乐的比率就是四成 对比去年明显下跌了19个百分点 然后快乐正值比率就是-10个百分点 虽然数字对比去年明显转好 就上升了35个百分点 但仍然都是维持负值 最后就是平均量值 平均量值1分就是最不快乐 5分是最快乐 而现在数字是2.8 即Igen是一半半 这个数字对比起一年之前 都是明显上升了0.5分 这个生活快乐的数值 全部都是一百年以来的新高 大家都可以用这个图示是比较得出 绿色线段就是快乐的比率 最新是不足三成 红色线段就是不快乐的比率 就是四成的市民是不快乐 然后中间橙色线段就是正值数字 现在继续为切是负的正值 如果将刚才两条题目是摆在一起看 就是过去一年的发展的满意程度 以及生活快乐的程度 按年我们去看 在大部分时间快乐比率的正值 都是高于满意率的正值 就是我们看到图中的黄色线段 在大部分的年份都是高于绿色线段 今年亦是相同的情况 留意无论是满意率正值 或是快乐比率的正值 都是继续是负值 已经是连续三年两项负值 接着就是一些前瞻 预计来年香港整体发展 预计会改善的比率有四成市民是这样看的 对比去年的数字明年上升了7个百分点 是2010年的新高 认为未来一年会恶化的比率是2成9的市民是这样看的 对比去年明年下跌了11个百分点 所以计算一个叫做乐观正值 即是认为未来一年会改善减去 认为未来一年会恶化的比率 数字是一个正值 乐观数字是正12个百分点 对比去年明年上升了17个百分点 同样地我们也有一个图示 绿色线段认为未来一年的香港整体发展 会有改善的比率是占四成 红色线段认为未来一年会恶化的比率是2成9 中间就是正值数字是正数 就是由负转正是正12个百分点 刚才说完是香港整体未来一年的发展的预计 现在预计是未来个人发展 未来来年个人发展方面 认为会转好会变阶是42个百分点 对比起一年之前是上升了11个百分点 是16年12月的新高 认为会转差是15个百分点 对比去年是下跌了9个百分点 明显下跌了9个百分点 最后是一个乐观正值 就是认为会转好减去认为会转差 就是正值 就是认为会转好的市民是相对较多 就是正26个百分点 数字对比去年是由一个正数再正得多些 上升了20个百分点 这几组数字都是16或17年以来最好的一次 同样地我们亦有一个涂射方式 看看预计来年个人发展方面 绿色线段就是会转好 就是4成2 红色线段就是会转差 就是1成半 其实都是连续两年有所上升的 预计来年香港的发展和个人发展方面 将两条线段 正值线段放在一起看 亦跟刚才提到 大部份时间个人方面的线段 都是高于整体发展的线段 亦可见到图中的黄色线段 大部份的年份都是高于绿色线段 除了个别几个年头 包括是990、03至07左右的年份 是跌回来 就是香港整体发展的乐观数字 比个人发展的乐观数字为高 但其余年份都是 个人发展方面 是更加比香港的整体发展乐观的 今年亦都不例外 最后第五条题目 就是有关新年愿望方面 我们看到 在最新的数字当中 有四成市民提到 新年愿望 是与社会相关的 这个比率对比去年 明显下跌了9个百分点 对比起前年 亦有一个高位回落 这个数字是100年以来的新低 至于是与个人相关 是有两成二 与去年是相弱的 与世界和平或有外相关 是6% 对比起过往是没有大建法 但是98年12月以来的新低 最后一项 就是说自己是 没有新年愿望 是18% 这个数字对比去年 明显上升了8个百分点 亦都是92年的记录新高 最后就是看看这个图示 刚才提到的几个大范畴 黄色就是与社会相关 最新数字是四成 19年的时候是六成半 所以其实与19年对比 都是有明显的下跌 然后就是绿色线段 与个人相关 最新是两成多一点点 然后蓝色线段 就是与小国和平 或者有外相关的6% 一般年年都超过20% 最后一项刚才提到 就是没有新年愿望的市民比率 是一成八 是92年至今的新高 好了 这里就公布我们最新的数字 包括2021年的回顾 2022年的前瞻 现在就交给我们现场 李立峰博士和我们进行分析评论 请李博士 好 谢谢 其实我的评论 其实都主要是会 就着一些数字去说 因为Edward已经present了一次 但我再highlight一些 我会觉得比较突出一点点 以及可能加上我们的诠释 首先如果将所有这些 刚才Edward提到的年中回顾前瞻的数字 加上来看的话 我想大家都会看到的确比起21年的调查结果 比起20年的调查结果 比起19年底的调查结果 其实有不少的数字 可以说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 例如一些 刚才讲过一些乐观指数 无论是个人来说 或是社会来说 甚至对香港去年发展过评价的 满意率不满率 虽然还是负数-26% 但正值还是负26% 但比起之前 2020年的负62% 以及2019年的负75% 已经回升不少 这个第一点很明显 有几个好几个题目 大家的走势 都是向着稍为正面的方向走 这是大家怎样 但我想很重要 我会强调 其实怎样去理解这种走势 其实这都要去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趋势去看 放一个比较长远的格局去看 因为如果我技术性地说 我们读统计学有个概念 叫Regression to the mean 叫做回归均值 就是向平均值回归 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的意思 就是一些极端的数值 它很难维持 譬如我们一个运动员 如果他突然间打了两场球 是超水准的话 第三场跌下来很正常 因为超水准的表现不会长长有 所以我们看香港 19年20年其实是比较特殊的状态 很多数字无论是对社会的满意率 个人生活快不快乐的比例 可能都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数字 所以你说过了1920年之后 去到21年一些数值 它可能是所谓回升 其实从一个很极端的低谷回升 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所以这里我提一点 其实那种所谓向好发展等不等于好 那么紧要呢 我想这件事大家要有个小心判断 尤其是预计未来个人发展 所以比较好些还是差些的比例更加明显 因为其实看回 其实刚才Edward说的那些slide 大家看到 如果看一些历史的数据 其实那种题目 尤其你个人发展下来 会否好些还是差些的题目 其实很容易有所谓V型反弹 所谓V型反弹的意思是 就是说我今年很差 差到真的很贴地的时候 其实你再问他下一年 那当然会好些吧 就是很多人会这样想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你看那个数据 都会可能有一年跌得很厉害 然后第二年会弹性很厉害 就是因为大家经过低谷的时候 觉得其实下年怎样都会好些 但是否等于很好呢 也都未必 所以这里其实强调就是说 虽然很多指数向好 但其实有一种对我来说 是类似于一个所谓均值回归的现象 除了说所谓均值回归之外 当然其实一般市民 你在社会生活中会调节的 无论就算是香港过往 曾经试过的几次金融危机出现了 可能经济衰退 可能整体上生活困苦些 但其实你都会调节生活 调节的心态 这个我相信是一直会发生的事 所以也都在这个点里面 其实都值得留意 就是香港所谓快乐指数 刚才提到民调里面说的 究竟觉得过去一年感到生活快不快乐的比例 其实始终是 又是它是一个回升 它比起19年底和20年底的时候 19年底的正值去到-38% 20年底快乐指数的正值去到-45% 21年底升回但都还是-10% 都还是负数的 而且如果看历史数据 其实是由1992年开始有年度的回顾 说快不快乐这个民调出来后 其实由1992年去到2018年 整26年里面快乐指数的正值 其实从来都是正数的 其实30年来就是出过3年是负数的 就是前年去年和今年 当然不是说今年差了很重要 今年是回升了的 但仍然是一个负数的数值 变成大家见到其实有些数字 仍然见到是 虽然叫做很多香港市民觉得好 过去年好过前年 但仍然是那个好 其实真的有一定的限度 再加上另外一个值得留意的就是 刚才Edward林美提的 那个所谓新年月望那个 那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发言 其实我们说固然 其实新年月望 大家都要理解 在一个调查的环境里面 你搭电话调查 就不会讲一些很复杂的新年月望 你不会真的将心里面 一个很复杂的新年月望讲出来 但很多时候你会不会 香港市民会不会有一种很笼统的 很容易讲得出的新年月望 可以很容易在那一刻 回答一个民意调查 你可以回答他世界和平 可以回答他身体健康 可以希望香港的环境好些 政治环境好些等等 但今年你会发觉 其实刚才Edward提到 就是那个没有新年月望的比率 其实是历史新高 其实都显示了一些东西 其实刚才说 你虽然情况整体的气氛 可能是比过去两年好 但你看到法律指数它仍是负值 和新年月望的没有愿望的比率 其实创意市新高 其实都见到社会上的气氛 仍然都仍然有一种 你可以说一种仇苦的情绪 或者一种不开心的情绪 其实离慢着 其实我相信固然我们讲的 这种年度的回顾民调 其实是一个很概括式的问法 你说快不快乐 人快不快乐 当然有超级多的因素 一个很概括式的问法 问回整年 但是trend 其实我们看趋势 它一定有实际的意义 其实你都会见到 我们看过去一年 其实大家都知道 例如我们讲疫情 疫情始终仍然影响市民生活 其实香港过去一年的疫情 客观疫情其实不是差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 自从三、四月之后 其实一直以来 过去九个月 每一天的确诊数字 从来都是绝大部分日子 都是十个以下 从来单位数有时可能会零 所以客观情况不是太差 但就不等于说 客观疫情不是太差 大家就无问题 其实我们见到在过去一年 其实反而多了一些讨论 多了一些辩论 其实既然疫情都叫我挨得住 但长远来解怎样做 譬如刚才讲过通关问题 很多相关议题反而会出回来 不是纯粹说疫情很坏的问题 而是怎样去处理一个在疫情期间 或者去准备下一步 怎样去看一些疫情相关的措施 可能这里都会一个民情 或者社会气氛受到影响 另外固然社会气氛 都会很难不受整体移民潮影响 那个移民潮无论大家怎样看的问题 客观地有很多人走 变了有时就说 其实我相信对大部份市民 他自己未必走 但当你有很多亲戚朋友 一个月要吃两三餐送别的饭的时候 其实又是了 你心情很难不受影响 我想总结起来仍然是那句 其实香港在2021年 虽责可能民情反映 这情况比2019年好些 但仍然是有不少因素 有不少情况 令到其实香港人在2021年 仍然不是一个叫做比较开心 比较宽松的一个气氛 一个环境内生活 我想这件事就是 但当然你说明年会怎样 这个就真是很难去估计 因为刚才都讲 如果那个所谓一些 数值上的向上趋势 如果大家判断是有一些实际的 无论我们讲政策、社会转变、社会条件 譬如经济转好 如果是有一些很实际的支持 你可能会觉得它会继续升上去 但如果它只是一种 我刚才讲的所谓均值回归 或只是一种大家在调节心态 可能只不过在调节 它未必是转好趋势也未必会持续 我想始终要好看社会 刚才讲几个大范畴 无论是移民问题、疫情问题 或政治上的问题 始终这些大范畴的发展 会继续影响社会气氛 我讲到这里 好 谢谢 多谢李律峰博士 我们现在开放现场的记者提问 我们也提供了麦克风 让大家在发问的时候 也可以使用麦克风发言 还有请大家在发问之前 都告诉我们你的媒体单位 看看哪里有需要提问 好 谢谢 是的 很多知音 其实大家看到 就是关于正义上面的一些新年期望 那里 其实今年就一百年比较差不多 就是由那两年多距 跌回来的 就是新年期望 有关系的 政治经济上的关系 其实跟今年有很多的 公民体的解散 就是在安法之下的 就是大守暴 或设计人案的影响 就是这样 那这方面 都有没有影响到 就是市民对于 那个政治方面的一些看法呢 就是以至于他们在 新年愿望的方面都比较 都比较有影响到的 就是这个社会 其中一个转变的 就是这个情况 也好 跟这些事件的关系呢 就是可以具体去讲一下 就是为什麽有18%的市民 不是我们出生而愿望 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比较成果 我想 我想 我尝试都是作一种评论 是吧 就是 再去elaborate多些少 但是我想要强调 就是 因为在那个数据上面 那个与社会相关 就不一定讲政治的 其实与社会相关的意思 是讲与香港社会相关 你说 我希望香港社会经济好转 其实都是与社会相关 是吧 我希望就是 香港社会疫情消退 其实都是与社会相关 所以那个是单纯说 讲与社会相关 其实里面有几多个百分点 其实是比较直接 所谓我们理解的政治呢 其实在这个表里面 就未必看得出来 但是笼统些这样讲 就是说 其实你都见到 就说 譬如20年是49% 21年 就是讲与社会相关 是40% 其实跌了9% 跟着呢 其实没有新年愿望 就是由10%加到18% 其实差不多抵消了 是吧 其实差不多是 如果很表面地看 就好像与社会相关那些 就走了去 就是 无新愿望那裡 是吧 所以其实这个 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自己的判断就是说 其实 当我们讲 你 叫你讲一个愿望的时候 其实这些都可能牵涉到一种 我们有时候叫做无力感的问题 是吧 就是我说我愿望那样东西 但是又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那样东西一定不会发生的 那我愿望来做甚麽呢 是吧 这个不是说有时不是社会的 就算个人愿望 有时你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会讲一个愿望的时候 有时都可能受你的心态 就是每一个市民 他讲一个新年愿望的时候 可能都多了少少受他自己心态的影响 如果那个市民的感觉 是觉得似乎都很难去愿望些什麽 很难去希望些什麽的话 他就可能会讲笑了 所以刚才提到说 会否说社会上發生的各种各样的事 譬如我们讲2021年很多公民社会组织的解散 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比较具争议性的案件判决 或者甚至讲疫情 讲各种各样的社会 或者甚至一些不一定是政治 或者一些民生问题 是令到大家觉得其实都很难去愿望 很难去希望些什麽呢 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 但是个问题是你要去很具体地讲 是跟哪件事哪一类型的事件有关呢 我想这就不是这一类型的年中的回顾 调查去可以做的事 或者目的去做的事 因为始终是拿一个大一点的picture 和看一个长一点的trend 就很难去pin point 究竟一年十二个月裡面哪些东西有影响 但你去返说的确是少了人去讲 跟社会相关的愿望 其实是和多了人 直接说不出或不会讲任何新愿望 那其实是真是跟 你可以说是表面上反映着 大家真的觉得社会会不会去投放一些希望 投放一些希望进去 投放一些希望进去 各会相关 不如在这里我也争取时间问一下李博社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其实我们有两幅图 就是以个人和社会整体去做一个比对 首次用这种比对方式 会见到就是 无论是说过去一年的社会整体满意 和个人生活快乐 以及在未来来年 是预计自己的个人发展 以及整体发展方面 在个人层面都相对来说 是高于社会整体 即是说是相对乐观一些 或者预计是会教社会整体为好的 你怎样看这个现象呢 因为这个现象好像 刚才引用你刚才的讲法 很多年都会出现这个现象 其实背后有没有什么原因 你觉得是有相关的呢 我想这种现象 我的理解就是不少民调都会有 甚至我自己过往做过一些民意调查 例如我自己过往做过一些调查研究 都会有类似的现象 你问未来香港五年入面 你觉得香港的经济会好些 还是坏些 如果你再问你个人家 或者你家 未来五年会好些或坏些 通常对自己会乐观些些 比较社会 我想这件事去回两个问题 我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就是 都是讲一种心态调节 刚才讲过 你问我 别说我 你问很多香港人 他可能觉得 你问他社会如何 可能真的很差 但他个人生活开不开心 你是可以做些事令自己开心些 始终每一个人他有调节方法 或者你在一个甚至差的环境入面 怎样令到自己的生活 没那麽困苦呢 所以刚才也提过 如果你看回尤其个人的快乐 那个正直 刚才都讲 其实从来都 那个正直从来正面 除了过去三年之外 什么叫正面 即使我们想回二十年前 讲的是 九七金融风暴之后 去到03年 五六年 香港经济很不景 气氛好像很差 但就算五六年的数据 其实个人快乐 只做到正面 其实大家都会尽量调节 所以这里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我相信每一个人他自己对个人 可能涉及个人信心的问题 你叫我令社会变好 我是做不到 你很难每一个人 突然说我可以做些什麽 我可以令社会变好 但如果你说我可不可以做些事 令到我自己的环境会好些 或者令到我家会好些 大家的信心会强些 大家会觉得 这个就是去回刚才我讲的 无力感的问题 而无力感你说对象 如果你说香港市民 可能今时今日对整个社会 有比较强的无力感 意思就是 你要希望香港社会环境变好 希望香港整个气氛变好 可能很多市民觉得 我真的不知做甚麽好 或者我做不到 但始终你就算在一个这样的环境 你问他 如果每一个香港市民 他是否有这麽能力 有这麽想法 可以自己做些什麽 令到自己的环境 起码没有那麽差 甚至令到自己 或自己家的环境会好些些 我想也会有不少市民 可能会有一些想法 所以我想到个 无论从我调节的角度去讲 因为从我对个人自己生活的掌握 对比于社会我掌握不到 所以我会负面些 但个人我掌握到 所以我可能会保持一种希望 我想这个可以解释到 为何通常讲个人都会正面 有五个港社会 多谢李博士 看看现场有无其他提文 暂时网上有无收到其他提文 我想我补充两句 我和李博士说法 这类调查一般都是反映人的心态 人的心态都是这样 窮得独善其身 达得兼制天下 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是会强些 有些事当我们觉得我们无办法 特别地涉及我们自己 个人能力之外的无办法的话 自然又会期望不会太高 也不敢太高 特别这两年的趋势 大家知道都会这样 不过我觉得值得留意的 固然仍然都是对个人的期望 还是对社会期望是好些 相对来说 但今年你看到情况是 表示无愿望的人是18% 这是历年的最高点 这个数字也不可以说低 接近两成 我觉得从这个数据反映到 就算去年整体情况 各方面我们今次调查 各方面数据都比去年有进步 独独这个数据是恶化得比较快 这点很值得我留意的 这个正正反映着 香港人在现在的状态下 那种整体性的无力感只是加强 其实当一个社会 个个都不再有期望 对自己也好 对社会也好都不再有期望的话 越来越多这些人的话 其实这个社会 就处于社会上的失犯状态 就是大家都不会再有什么期望 或者说会对一些既定的价值 对既定的标准都不再有坚持 这个社会如果长期趋势都是这样的话 其实就绝对不是一件健康的事 所以我觉得 我们看到19年的时候 香港人对社会的期望是很高的 超过六成 都告诉我 他们对社会的期望是很高的 正因为那时候大家还期望社会有转变 但是这两年急速地下跌 现在仍然在跌 这个正在反映 就是说当我们的社会 去到一个处境 很多人都不觉得自己能够影响到 我们所处理的大社群的发展 或者处理一些大社群面对的问题的话 再加上个人的意志都开始松弛的话 其实我觉得也值得我们的社会留意 可能这个解释到很多人会想移民 解释到为什么有些人会 有一种很强的无力感 他说那种情绪也不太好了 当然你博士都对的 现在是一个可能调节期 我们都会向面去回归 我们可能都需要看到一两年 就会看到究竟在这个过程里面 究竟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平衡点 这个平衡点可能就会比过往比较 和过往比较低了多少呢 或者高了多少呢 这也都可以了解到 现在这系列的所谓社会改造 究竟产生是一个怎样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就 虽然我们只是会连续一次 我希望这些数据都能够 对我们的社会 对政府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如果他肯看的话 好 多谢钟长补补充 看看有没有其他提问 好 跟进提问 好 多谢钟长补补充 好 多谢钟长补补充 好 多谢钟长补补充 做个消息 一些新的立法会 一些自由外国者则老的立法会 findet呢 我有点 这这条条条容 也答我啊 我们这个社会都很定ss 政治突固只递出对病 就是我們過往可以選一些 我們的民意代表進去議會 我覺得可以透過他表達一些外國訴求 和代表我的利益 今年不行了 或者不單止這個,我相信 我們過往可以透過一些我們屬於這個組織 去表達我們的一些身份 身份組合 以致我們某個身份的一些利益 譬如 我舉個例子 我可以透過這個教協 向政府爭取一些教育制度的改善 那今年就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不單止是政治的 一些公民社會的收縮 一些有代表性的 得到我們認同的社會團體慢慢 不知為何不見了 一些平時我們有的發言的渠道 表達我們的訴求的渠道 譬如港台 現在開始沒什麼人聽了 這些因素我相信加起來了 不單止議會的 好,讓我鄭忠Sir補充 看看其他記者朋友有沒有聽